各位在电视机前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候来谈一谈美国 现在也就是2023年9月23号 新冠病毒发展的情形 也许大家还会问 新冠病毒不是没有了吗 COVID-19好像消失了吗 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因为现在各位也许知道 那么如果你想知道 在电视上或者新闻里看到 有谁得了新冠病毒 你找不到这个资料 除非你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这个网页上去查 你会发现新冠病毒的病人 比过去增加的非常多 而且这个情形呢 联邦政府是不允许向各界报道的 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就详细的来奔起 同时观察 而且访问到各个医院 去查看目前新冠病毒 在美国发展的情形 好 我们一会儿见